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老师 今天呢 我们要跟大家接线的主题呢 实在是有点太厉害了喔 来看一下 这个电动车的产值是半导体的20倍耶 是因为产严联创的这个关系 所以可以来到这样的数字吗 OK 其实是这样子喔 那这个是前联电荣誉副董事长 轩明志先生 他在出了一本新书 特别提到 由他在电子业这么久的时间 他我想对半导体应该是相当显熟喔 不过他所观察到一个现象就是 目前的电动车这整体产业呢 他可能一辆车会用到的半导体的晶片 可能会高达250个以上 甚至还有种类会繁多 他也是版本踏换的速度会非常快 所以他极有可能呢 这个电动车产业一旦上来之后呢 他的整个产值 他有可能会超过电脑加上手机的两倍以上 那所以说也可能是加起来之后 经过计算会超过半导体整个产值的20倍 所以这个电动车整个产业链 对于整个台湾在寻找下一个蓝海的时候 他变成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产业链 这是过去我们台湾一直没有办法 成功建立一个车厂一条龙的一个概念喔 所以在这一次我想我们台湾能够很乐见 看到说台湾科技很多厂商 朝着这个蓝海去做前进喔 所以我们今天特别跟大家介绍 台湾一条龙 在电动汽车这个产业链里面的一个 我们认为在近期各位可以观察到 注意的一些个股 是的老师今天呢 帮我们抓出汽车产业一条龙 到底有哪些呢 像是呢 汽车电子控制元件的金星科 电动车的充电桩 建基 国产车用铝合金的材料的停芯 以及呢 车厂的组装整合 像是鸿海跟玉龙等等的 那我们今天呢 就要一档一档来带给大家看一下 它到底有什么样子的话题跟题材 首先我们就先来看一下金星科 好那我们来看这一档金星科 可以看到这两个股呢 它是跟日本瑞萨 汽车电子大厂瑞萨 那么在今年3月份有跟它做合作 那它也在第四季推出了 第一颗的汽车用SoC晶片 那这个CPU IP呢 它可以用在仪标板 低功率的雷达 还有电子控制元件 就是大家所知道行车电脑感测器等等 还有包括荧幕相关的触控 以及显示方面 那我想这个就是我们一辆车子的一个什么 大脑 当你有大脑之后呢 那我们就 再往下 待各位看往下走 那这个部分在股价的部分来讲 因为在最近这段期间大盘在破底 可是股价却是一路创新高 那短线上涨多之后呢 这里震荡整理 各位可以稍微注意一下 近期如果有机会 压回亮缩整理的时候 注意它的一个布局点 短线不用追 但是它有震荡整理 亮缩 各位看到今天礼拜亮缩的蛮快的 对 亮缩的 那如果这两天有机会亮再缩 各位稍微特别留意一下它的机会点 亮缩是机会点喔 我们抓到了喔 来看一下下一档是见机 好 那这档见机呢 那各位这两天喔 其实股价蛮强势的喔 上礼拜有涨停 今天有再拉个涨停板 这就是多头火种没有熄火的 一个很清楚的一个 证据的一档个股喔 那这档个股 因为它取得美国 一个充电桩业者喔 Volta 它的一个 主 控制的主机订单喔 那因为美国政府也批准了 9亿美金喔 将会在35个州设立 这个公共的充电站 那这家公司也因为 这家Volta也可以受惠 所以 在目前 呃 愿景啊 就是说股价都是买在前面的 各位知道喔 对 这个有梦最美 而且是可以实现的一个梦想 所以股价持续往上走高 所以短线上 这个两根涨停板 这固然不会追高 但是它属于强势性的股票 所以可以 特别注意到 今天因为是涨停量缩 那这种个股一般来讲 如果还有震荡 注意到什么 压回量缩的机会点 今天是涨停量缩 你再注意到 再涨的量缩回测的机会点 嗯就跟上一档有点像 再涨的量缩 对有点不像 这是在行进间的上涨 刚才呢已经在高档整理 稍微做压回的 是走法不一样喔 这种个股啊 心脏要强一点 也就是说 你要敢买 要快吗 还是 对这种股票的走势 以目前来讲 它是正在行进间 它目前走势 就像金星科 在一个多月前的走势是一样的 嗯 所以这种股票 手脚要快 那如果短线上来讲的话 我们建议就是说 应该是利用它往上 如果再冲高 有一个回测 今天的梯字线的一个 相对低点的时候 只要你发现是量缩了 基本上可以寻找机会点 嗯 好那来看一下下一档是 停薪 好停薪这样个股呢 各位大量可能比较陌生喔 虽然它挂2 3 5 8 好像是比较旧的股票 可是一般 因为它的股本 跟股价关系 一般投资人比较陌生 不过这样个股呢 是因为 它在9月29号 我们的工研院 经济部结合工营院 正式宣布跟国内 这家庭新 这家铝合金大厂呢 合作建置了国内第一座 铝合金 连柱连嘎的盘源生产线 而这个生产线 目前已经取到 全球汽车产业品质管理系统 的一个认证 而这个认证出来之后 是相对重要的意义喔 因为它将可以大量 供应铝合金的扣件材料 给下游厂商 也就是说 台湾如果说有 要生产汽车相关的铝件的 包括一些重要的关键铝件 因为这个材料 以前都是从日本跟欧美进口 现在能够国产自制化之后 而且已经通过认证了 代表我们在生产车架的过程 跟扣件过程当中 我们的竞争力会比较好 所以它的产值各位 从预估来看的话 可以大概年产的 可以到14.4亿元 所以这家公司 我们认为值得特别留意 尤其是刚刚宣布合作 而且是国内第一家 就好像我们鸿海 是 是我们国内第一家 跨入电动车生产的公司一样 我们看一下它的图形 好 那图形各位注意到 其实如果各位看它 这张图形 其实时间稍微短一点 如果你把它半年以来 这两个股的走势 其实它都是在跌势当中 那因为上个礼拜 公司宣布这个消息之后 股价连涨两天 今天盘中又看到涨停板 成交上放到接近2万张 那这种个股呢 这两天已经 连续两天 一个站上月线 一个站上季线 OK 这站上之后代表什么 它已经要挥别过去的空头走势 开始扭转所谓的空方的趋势线 也就是说它已经领先大盘往上了 所以这种个股呢 尤其有价量巨昂过程当中 特别留意震荡压回过程的一个机会点 那可以先注意到 它在季线跟月线之间的一个震荡的过程的一个量缩点 好的 那这个是庭星的部分 来看一下下一个就是鸿海啦 好 那鸿海呢 这是我们国内第一个宣布要跨入这个电动车生产的一个公司 那这家公司它在印尼布局其实蛮多的 包括半导体厂在内 所以它在跟这个印尼这家能源公司成立的一个新公司里面 它有这个占 它的子公司占比大概40%的股权 我记得没错的话 那包括车厂的布局 包括电子的布局 其实它都一应俱全 所以我们来看一下鸿海它的一个走势 好 各位可以看到鸿海目前呢 它前一波高点其实有来到120块附近 但这一次因为大盘在盘这个破跌的过程里面 各位注意到鸿海这一次虽然从114块跟着回挡到100 但是并没有再度跌破前一波的99.5的低点 那各位发现了回挡过程当中 月跌量稍微有放大 但这两天量就缩掉了 那我认为这股价在这个地方 应该在中强性的投资朋友可以稍微做留意的 因为这个汽车产业才刚刚开始要发展 就我们刚刚一开始看到 它的不管是车架或者汽车电子的角度来讲 我们认为它整个长线应该是有它的机会点的存在 而且鸿海在10月18号是它的那个鸿海科技日 对对对科技日 那其实它也已经推出了几款 Model C Model 最近刚推出Model V的一个皮卡 甚至说Model T的公车也已经出来了 所以这家公司我们认为 在全资股部分 虽然在最近大盘跌市当中比较不吃香 对 但是这波的鸿海 各位如果仔细看它过去一年来的走势 其实它在今年的全资股当中 是相对强势多头的一档个股 所以直接在这里提出来给大家做参考 好那看一下下一个是在玉龙 跟鸿海有相关喔 好那玉龙会提到的是主要事情 它过去是台湾的一个国产的 重要的一个车厂 其实也曾经推出过像Sephero 这种成功的代表作 不过这次在推出Legion之后呢 我讲曾经也一度卖的不错 不过这次在跟鸿海共同推出这个N7啊 就是他们的Model C这个系列 休旅车系列啊 其实预购量啊 其实蛮他们令他们蛮意外的 对 就是说销量预购订单其实蛮多的 所以这家公司的推出这辆车来讲 我认为对玉龙本身啊 这个Legion这个品牌是有加分的 所以也对它营收我相信 也是有相对这个加分的存在 是 所以我们来看它的股价 好股价各位发现到 前一波其实有供到50块钱以上 那这一次随着大盘回来 因为毕竟也是一档全值股 那回档到这里为止 会注意到量缩量缩再量缩 但是呢股价就维持在月线跟季线 先做个狭幅度的整理 所以这家公司我们认为 股价到跌到这里为止 并没有随着大盘去破底 那在这里呈现量缩整理 如果你不是买了就想赚到 现买现赚这个投资 你是属于中长线布局的话 我认为在这个位置附近 是个值得跟鸿海一样 可以同时列入考虑的 是的那老师今天呢 帮我们大家呢 抓住了热机档个股 来提供给各位投资朋友 来做参考 电动车呢就是我们未来的 产业趋势 那能不能呢 超过这个半导体的这个绩效呢 我们就继续看下去吧 也要记得每周一到周五的 晚上六点半 准时的在YouTube上面首播 欢迎大家一起来收看 也要记得按赞 订阅留言加分享 开小铃铛 萤幕上呢就是老师的LINE AT 有任何不同的地方 也欢迎询问老师 来跟老师做互动来做交流 我们今天谢谢老师 谢谢 谢谢 谢谢可可 拜拜 谢谢